到月球上的这东西你也吃不得到 中国在咱们国内吧 就唯独河南叫做博爱 它就这么一家 给朋友们再吃一下 没问题 好的 欢迎订阅店铺 欢迎订阅店铺 大家好 我是你的老朋友 爱吃爱喝小豆哥 今天咱们来到了河南的博爱 博爱有一种具有非常非常特点 比较鲜明的一种早餐和豆腐有关 是一位大美女传承了一种手艺 现在来讲可能在全国只有这一家了 全国只有这一家了 叫博麻烫 这样一种早餐到底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怎么样 我也很好奇 咱们一起探访并品尝一下吧 我看到这个豆腐在锅里一直在这个煮哈 对 在翻滚 豆腐对 咱们就是水豆腐 它越滚的话它的香料呀或者老汤 它都融入到豆腐里边 每一片豆腐里边都有咱家的这个香料啊 味道很醇厚 更加入味 对 更加入味很醇厚的 这个豆腐也是你们家独有的吗 这个也不能说出来 这个最权威的怎么说呢 反正面上你已经全都要说出来 来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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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豆腐的做法 与众不同 可以讲 有没有人喊你 就是说豆腐西施之类的 有吧 应该是有 因为昨晚我听我朋友介绍 说明天我带你去尝尝 有一家豆腐西施 人漂亮 做了这个早餐啊 说你肯定没吃过 说小豆哥 别看你走遍全国 品尝天下美食 说这个豆腐西施的这个豆腐 以及早餐 你绝对没吃过 所以说我一大早 我的颜值来源于我爸 然后颜值高低是所谓 你做的每一道碗 每一道饭 都要让顾客吃的实实在在的 扎实一点的 这位就是你的你爸吗 我的父亲对 你刚才看到颜值 这个老大哥 相当年绝对是帅小伙子 非常帅 是非常帅 六十了 六十了 在旁边吃饭的朋友讲 您曾经还是一名舞蹈老师 现在不干了 现在 我爸太辛苦了 就和我爸一起早上起早起餐 都喝麦豆腐汤了 替你老爸分享一下 分担一下 舞蹈是我的梦想 但是 为了生活 现在我离不开 露不汤 不是露不汤离不开我 痴迷于 这个豆腐 融入到这个 小摊上来了 对于舞蹈这方面的疾病工资力的 现在有没有放下 没有 依然可以 依然可以 没有放下 这个 这个 确确实实来讲 女儿 真的是 爸爸的小棉 这个 从这个 名女 豆腐汽司的身上 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这个 豆腐汽司 名女 肯定是一位舞蹈老师 刚才有讲到 这个 功夫 依然还没放下 等会儿 但要给朋友们 展示一下 没问题 好的 一字马 很期待 哇 我这还真有意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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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女 就是 您这么年轻 又是多胎多艺 你看刚才 我们也看了一段 您的展示 舞蹈功底 你看非常了的 年轻 漂亮 为什么想到去做一个早餐呢 早餐 看早餐不丢人 我感觉挺好的 但是 但是 起早餐又当又累 这个不怕 我累 我没有我爸累 我爸是我家的顶凉处 我爸是我的餐厅大处 我没有我爸累 他起的比我还早 挣钱 哪里是辛苦的 累不怕 只要能挣钱 这样 能让我们深刻的感觉到 这绝对是爸爸的一个小棉子 对 我爸他教我为人主事 教我做生意 反正他 去孩子 你好大猪 这个在咱们当地叫什么名字 这个在咱们当地叫什么名字 哦 马马上 豆腐 豆腐马马上 哦 你这一碗是花了多少钱 我 加两个鸡蛋 把吃 加两个鸡蛋 才八块这么一大碗 嗯 这个我还要这酒 这个在外地吃过没有 没有 那我都没有 九佛也有啊 我还要 你多一碗 吃这个吃了有多少年了 吃了有多少年 十来年了 好吃 管饱无人好是吧 价格也不贵 我看到你在这吃我都惨了 那等会儿我们也来一碗尝一尝 好嘞 谢谢你啊 谢谢 好 好 站友 你这个 介绍介绍 说这个多牛多牛 我们从山东就跑过来了 就为了吃这一碗 这叫什么名字 豆腐汤没麻烫 豆腐汤没麻烫 你这个说的哈 我在山东就迫不及待 就跑过来了 这一家是最低二百年的船主 主船了 二百年了 二百年 我们看主船主船 牙我小 我懂这以后就爱吃这个 就有这个店 那以前的店呢 每面都是用个板插着插着到了 我住房的 那时候就是他有年夜他爹 好像是就做这个 你别吹牛 你就告诉我这个有什么特点特色就行了 这个特色 就是这个好吃 特好吃 看上去 肉你们拍这拍完了 我肉吃了 有五花肉 有大瘦肉 这么大块了 上面一盖 豆腐配的豆腐 这个豆腐哪里没有啊 到处都有啊 那这豆腐那是特制的 就我们不好意思 特制特工 专门自己做的 其他地方没有 没有 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 到月球上 这东西你也吃不得到 中国在咱们国内吧 就唯独河南叫做福外 它就这么一家 你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就是到任何地方 任何地方你吃不到这东西 我告诉你啊 吃这个豆腐麻麻烦 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就这么一家 宇宙 月球地球都帅了 就这么一家 尝尝 你吃吃尝尝 属于爸爸教你没有 就了 就了哈 难怪这个豆腐西斯 这个就是这么来了 没有没有 这碗 这碗 这碗是不是大呢 那碗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倒摊店 在这么一个小县城 这个生意活泡的这个程度啊 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这个看到这个一碗一碗都在沉啊 这个时候 瞬间感觉到我们的肚子就饿了 大家来一碗尝一尝 哇 哎呀 这满满一大碗哈 这个有豆腐 他们叫麻汤 我看上去啊 这看样子的话哈 就是油条嘛 哎呀 这还有一片武汉肉 这个其实 我觉得这个肉哈 应该也就是个把子肉的这个感觉 这个就是油条的感觉 这就是豆腐 这就是豆腐在一起 为什么它就成了这个中国明小吃啊 尝一尝 就摘一碗什么麻烫也好 我摘友的这个激烈的推荐之下 单从山东啊 一大早就跑到了这个河南的华野县啊 就为了摘一碗麻烫 后天看出 大概有点的区别 这个是实心的 这个是实心的哈 油条的中间全是孔状的哈 这个 这一碗的汤 浇上了卤汁 卤肉的汤汁 但蛋菜就比较油条了 麻烫啊 稀满了 充分的吸满了这个汤汁哈 嗯 因为它是油炸过哈 不是煮的 所以说吃起来高味道特别的香 嗯 它这个豆腐 特别特别的香嫩 它这种香嫩哈 是介于那种石膏或卤水翻浆豆腐 与 那只豆腐 之间的感觉 比那只豆腐呢 稍硬 比其他这几种工艺做的这个工艺呢 吃起来比较嫩 非常的滑嫩哈 哇 这个汤啊 这个汤可以说是非常的惊艳 说不出的那种香 说不出的这种鲜 可能就是这几种 豆腐和这个麻烫 加上这个肉 大肉片哈 嗯 经过卤汁之后 乘到一起 又进行一个泡汁 说不出来的这种美啊 太美了简直就是 总体这句话 呃 在有给我介绍的 这种 独有的 那我在有的话来讲 赶快来吧 你这个时候不说不定啊 你根本 你这回路以后啊 人家老板在改好了之类的 你根本就吃不到了 在任何地方都没有 你可别说啊 我在别的地方还真没吃过 我也不知道你没吃过 这种哈 就抹麻烫的这种 这种 褐色的这个 早餐 这位人啊 从昨天晚上 联谊 从山东 来到了 来到了 但是我感觉到 还真是 这种 都需要不行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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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